那看的時間將近一年左右這樣子 你看了多少間房 將近100間 上班族賈小姐非常勤勞看房 一有時間就打開網站或實地走訪 37歲的她 在三年前一元買房心願 買下新北市屋齡26年的電梯大樓 公設比不到20% 在長輩資助一部分下 咬牙買下去 比自己預訂的時間早 以前都是長期就是住在台北 然後小套房 五六平的小套房 然後住的時候也就覺得說 居住的品質很差 環境很差 那也不想要再繳給房東了 那時候是想說 就是40歲的時候存款 然後包含就是一些投資的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到了 可以透氣款 有存到透氣款 跟我年齡比較相仿的朋友 或是說同事 大概大家都還是在存款 大家都還在籌備的階段這樣子 賈小姐說 新城屋太高不可攀 也發現周圍很多30幾歲的朋友 都還沒買房 因為對年輕人來說真的很不容易 首購族的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今天這個屋齡市 大概是16年的房子 然後其實一進門之後 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客廳 還滿舒服 然後加上一進門了之後 我們回到家就可以看到 窗外這一片的綠翼 格局方正三房兩廳總價3000多萬 不少小家庭來看 2023年房市 上半年受打房政策影響 交易量縮減 不過房仲觀察 民眾的剛性自助需求仍然很高 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一些首購族 他們其實都比較偏向兩房的那種小坪數的格局來講會比較多 所以一般來講像我們這種三房兩廳的格局都是有家庭的 就是爸爸媽媽跟小朋友或者是一些長輩退休的規劃的話 他們就會選擇這裡 因為有平均地權條例上路的因素 當然上半年確實在整體的一個銷售狀況是明顯下滑的 但也因為下半年有政府提出的這個新年成家安心貸款 也讓非常多的首購族出籠 所以其實也刺激了從下半年開始這樣的一個買期 那估計在延續到明年 包括在大選底定之後 比較多所謂的慶祝行情 或者是各方面的心情也相對穩定了 2023年房市受到平均地權條例 和新清安優惠貸款政策影響 全台買賣移轉動數呈現先蹲後跳的情況 2023上半年建物買賣移轉動數 大約13.9萬動 創五年新低 但下半年新清安貸款上路 一掃原本全年房市看淡的陰霾 原本預測全年買賣移轉動數 從年初部分專家預估的25到26萬動 逐步上調到28.5萬動 甚至上看30萬動 根據六都最新公告 11月移轉動數是2.34萬動 年增26% 而包括像是國泰 華固 長虹 潤太新 遠雄 等五大上市指標建商 2024年推案有機會衝出超過1700億元大量 建商推案 蓄勢待發 五大建商明年推案爆量第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原本建商在2022年的時候 是一片看外2023年的市場 所以大家推案量都大幅度的減緩 原本一年可能要推四五個案子 結果到了2023年 大部分大家都減量經營 只推一兩個案子 那第二個部分是 大家也預期總統大選之後 這個選舉的干擾因素就排除掉了 一般來講總統大選之後 房市會回歸基本面 建商看好2024年 推案量可能會爆量 但現在建商手上的漁污還是很多 為什麼還要繼續推案 因為現在的市場買技 呈現一個M型化的懸殊發展 尤其是低總價的物件 小坪數的物件 現在單價還在持續的上漲 而且買技相對的活絡 主要是自助剛需需求 還是持續的在出容 另外一部分呢 中高總價市場 卻相對的疲弱 如果建商呢 在前幾年就蓋這一種 中高總價的產品 到了現在就會羈押在手上 很難去化 比較低總價的兩房 一加一房 是現在房市的熱門款 低薪 沒加薪的環境下 年輕人從買小的買遠的 開始努力 想要成為有殼一族 真心不容易 TVBS新聞 李國正王一節拍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